最後一節 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讀一次 第八五十篇的第六節 這一週是我們詩篇的結束 可以說這一年來 我們用了兩次的訓練來追求詩篇 這一週詩篇有最後一週了 那我想弟兄姊妹 這個詩篇讀完之後 詩篇讀完之後 到底我們該做什麼呢 到底我們該過什麼樣的生活呢 這個詩篇是不是也只有結束在 這一節的聚會 然後哲心聲言 不在讀詩篇的時候 你們能夠繼續過一個詩篇的生活呢 是讚美聖會者 在聚會中聲言用呢 還是讚美真的 能夠成為我們的生活 這個是我們也許都需要思考 到底呢 在我們基督生活中 如何來過一個讚美聖務 至少我自己是覺得 讚美這一面是相當的缺 我們總是求得多 基督得多 能夠有一點的感謝 就算不錯了 更不要說是讚美 甚至講世人說一日七次 雖然不用數七次 但應該至少七次 不應該是少七次 那整個詩篇在第三大節 在第三大節 第三大節 在各詩篇中 有許多最高的 最大和最高的讚美 在詩篇裡面最主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讚美 讚美是最高的也是最大的 在第四大節裡面 它又用了一個詞 叫做至職的 特別是從詩篇第146篇到150篇 這五篇的詩篇叫做至極的讚美 詩篇中有許多最高的 最大的 但是在最後的五篇裡面 那一個讚美叫做至極的讚美 所以在這個篇集裡面 就講到這個至極的讚美 對不對 這個至極的讚美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至極就說出 第一它是最高 最高 對不對 這個至極 至極 或者也可以翻譯中極 那中極沒有至極 因為這個至啊 有這個高的 它是一個最高的讚美 那極呢 就是一個終極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完全的 是一個完成的 是一個最後的 對不對 它不是有高的意思 它還有一個啊 這個長久的意思 就是終極完成的 也就說出啊 它是一個什麼 經過一個過程 所以詩篇不是到第146篇 才開始有讚美 詩篇從第八第九篇開始 就已經有讚美了 持續持續持續一直讚美 一直讚美一直讚美 一直讚美一直讚美 但到了146篇開始 有一個最高的 最大的 最終極的 最宇宙的 最至極的讚美 一直到第150篇結束 那弟兄姊妹 這一個 這個第四大點就說到 我們的造會生活 和基督徒生活 就應該有 這樣子 持續持續持續 持續持續 弟兄姊妹 要不要經歷經歷啊 好不好 我想至少啊 這時候開始啊 也許我們基督生活 能不能啊 這一年裡面 我們開始過 開始操練啊 過這樣的生活 那講到這個 志祺 那當然弟兄給我們交通啊 這個 你要留意一個 他是 他是 他講到這個最高啊 講到最高 就表示他經過一個什麼 他是經過一個 高不是過什麼 高啊 從這階段 對不對啊 像台階一樣 一層 又一層 一層 又一層 對不對啊 你一層一層一層 上到最頂層 那就是最高啊 對不對 你不可能 一步就上去 所以這個高啊 就說出有一個層次 對不對啊 那我們有沒有讚美啊 有 有 也許有 但我們的讚美 是在第幾層呢 弟兄給我們看見啊 至少我們的讚美啊 要達到這個至極啊 在詩篇裡面給我們看見至少四層 四層或四個階段 好 那也許有幫助我們附加 第一個階段 好像這個樓梯一樣 一層 兩層 三層 三層 幾層啊 一層 兩層 四層 四層 對不對啊 四層 那這個 這個當最底層啊 那第一層是什麼呢 這個第一層啊 是講到 第一層的讚美 為什麼讚美 因為在這篇裡面啊 他講到相神仙上自己的讚美 讚美總得有原因 我們的難處啊 第一個 就是我們啊 不太習慣讚美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對不對 弟兄們啊 很少對姊妹有稱讚美 對不對 你那菜做的真好吃 但是 弟兄姊妹有沒有講過這個話 我們姊妹們啊 你們的弟兄有沒有 對不對啊 或者 或者弟兄們說 欸姊妹你今天真好看 你這件衣服真漂亮 姊妹們 啊弟兄們有沒有這樣講過啊 對不對 假設我們中國人啊 其實弟兄們都很欣賞姊妹 但是啊就是不習慣 開口讚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相神讚美啊 第一個 要學習什麼 習慣開口 習慣開口讚美 對不對 真的菜好吃 為什麼不說一說 對啊 真的他今天衣服 為你而穿的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讚美一下 姊妹 你今天真美啊 今天菜真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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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們 是不是啊 那這個都一樣 在我們的這個婚姻生活 兩個家庭生活中 我們要學會讚美 OK 這個第一個難處就是 我們不習慣 那第二個 就是說 不讚美的原因 第一是不習慣 第二個原因啊 第二個原因啊 就是啊 不值得讚美 這個菜真的 很亂 而且不能口試吃飽啊 這個 這個 我們良心也過不去 對不對啊 但是如果真的 有可讚美的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個詩篇裡面所說的 這個讚美要有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讚美神 原因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標題裡面說得到 那個為者 其實他應該是翻成因者 就是這個原因 它不是一個目的 它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呢 我們向神獻上讚美呢 因為 基督 爹 臣 地的 恢復 當世人看見了這位基督 看見了殿 臣 和地的恢復的時候 他就不得啊 不向神 怎麼樣 發出一種的讚美 對不對 所以讚美 是要有原因的 那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在我們基督生活中間 我們要過一個讚美的生活 大概也有四方面 是值得我們來讚美 第一 就是主的所人 主給我們一些東西 對不對 這個我們比較能夠領會 不僅要感謝 還要讚美 爸爸最好的啦 爸爸這個 最棒的啦 對不對 就是啊 這個小朋友讚美 都有目的 就是要得到爸爸 得到媽媽 能夠啊 給他所要的 那第二呢 就是根據主的所作 對不對啊 然後我們在病當中 主 為我們一致 就是這樣 主為我們做了一些 為著主的所作 我們要不要讚美啊 那第三 就是主的 這個就比較高了 就是主的所示 主的所示 有的時候 主並沒有為我們 就好像越向主義的平章 對不對啊 拉撒路的復活 拉撒路死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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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大阿馬利亞 都希望主耶夫啊 能夠為他弟弟做一些 但是在那裡 我們看見主沒有做 對不對 但是主告訴他說 我就是 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 對不對 如果你看見這位主 就是復活的生命 你要不要讚美啊 那第四 最高的 就是啊 你看見什麼呢 主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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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啊 有點不同 他的所示和他是 不同在那裡 所示 是因為他是復活 他是生命 對不對 但他是啊 就說出啊 說出什麼 他 也許 也許 也許你也看不見他的復活 你也看不見他的生命 但是你看見